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逢静世谈官客 此去应无搔手人 前者内容暗含磨刀祸祸之意 读来令人心惊肉跳 而后者上连曲谈官相庆之典故 含有准备做官之意 符合进门脱帽待官之礼节 结局自然是前者下跑顾客 后者门庭弱势 说话得体的人 不论在什么样的场合 总能第一时间洞悉到旁人的情绪 照顾他人的感受 说出事宜的话 凡事于己于人 留有余地 这样的人懂尊重 有智慧和顿感力 一开口就能让人安心 自然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海明威说 我们用两年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说话是大部分人与生俱来的能力 可闭嘴却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学不会的技能 今年五一 好友惠文订婚了 他组了个饭局 带着未婚夫一起来见我们 席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道贺 纷纷八卦他俩相识相恋的过程 惠文和未婚夫是在一场线下读书活动中认识的 两人一见钟情 认识一个月就订婚了 属于典型的闪婚 看到惠文脸上甜蜜娇羞的表情 可爱意流淌的眼神 我们在座几人都诚心送上祝福 唯有丁沛 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来了句 你们确定要闪婚吗 我跟你说 闪婚的好像都没什么好下场 离婚率特别高 你们可千万别离婚呀 他的一番话让惠文未婚夫当场黑了脸 我们从尴尬中愣证过来后 赶忙打圆场 他喝多了 说话口无遮拦 别和他一般见识 其实我们心底都清楚 他并未喝多 只是心直口快 没有分寸惯了 平日里他心里根本藏不住事 我们都对他提心吊胆 生怕他说话不得体 保不准就在公开场合抖出了你的小秘密 如果说穿着得体 是对人的基本尊重 那么言语得体 则是对人的深切关怀和尊重 每个人都有表达欲 可关键在于 要适时适当控制自己的欲望 说话之前设身处地 预设对方的体验 以高度的同理心和分寸感 来约束自己 尊重他人 作家贾平蛙曾讲过一个故事 朋友有口吃 说话慢 有天路上遇到有人问路 偏偏这人竟也是口吃 朋友就一语不发 过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说 朋友答道 人家也是口吃 我要回答了 那人会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 何时说话 何时沉默 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界定 而界定的标准就是 得体二字 说话得体 潜藏着对人的基本尊重 与深切关怀 他源于推挤及人的同理心 与分寸感 无法快速习得 但却可以用心体悟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同样的 说话也不再多 而在于巧妙 正如英国思想家 培根所说 交谈时的含蓄和得体 比口若悬河更可贵 球王贝利 在创造进球数满一千的记录后 有记者问他 您认为您哪个球踢的最好 贝利笑了笑回答 下一个 言下之意时 虽然破了记录 但我的创造力不会枯竭 既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又给了球迷们希望 也算自己未来的一个交代 可谓妙哉 无独有偶 汪涵在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中 也有过一个精彩回答 嘉宾们在谈论太极拳 说动作轻柔 实则很有力量 能把人推出很远 欧帝接话 我家在台湾 要推几下 汪涵则立刻就场 台湾我们不推 我们要拉回来 话音一落 人们纷纷为汪涵的 机智与灵敏喝彩 他话虽不多 却聚聚得体 暗藏智慧 古人云 言而荡 知也 莫而荡 亦知也 意思是 明理与智慧 不仅表现为 说话得当 也表现为 不该说话的时候 保持沉默 如果在说话过程中 处于礼貌 或是其他原因 无法保持沉默 那么 选择巧妙避开话题 也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 不一定能让人大富大贵 却能令人受益终生 古人有云 口能吐玫瑰 也能吐吉梨 在我们身边 总有些说话不得体的人 说话不过脑子 一开口就成为话题终结者 让人避而远之 当然 也有些人 语速不快 却铿腔有力 有点锋芒 却十分得体 前不久 韩雪在综艺节目 《我就是演员》中 获赞无数》 爆发式的演技 彻底撕去了 他身上花瓶的标签 当所有演员 都从自身角度出发 急切地为自己 诉苦拉票时 只有韩雪 在为对手说话 他说 这次我们搭档很默契 两个人互给台阶 互相递系 这最后出来的效果 是彼此成就的 言辞之间 既没有抬高自己 也没有贬低他人 一句彼此成就 更是体现了一个前辈 对晚辈的尊重与提携 得体中不失恳切 令人如沐春风 并对他肃然起敬 日本作家杜鞭纯一 在《顿感力》一书中说 不畏繁琐动摇的顿感力 才是人们生活中 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 这种顿感力 其实是一种迟钝的力量 体现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中 就是说话要三思而后行 显然 韩雪是一个拥有语言顿感力的人 他不随意说话 可说出的话 却很有力量 每一个潜似造句 似乎都经过了 慎重的思考与打磨 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 人们对他人的话语 有不同的感受 理解 并表现出不同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此 在说话之前 一定要分清场合与对象 对于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心中都要有意赶称 时刻衡量自己的语言是否得体 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语言 蔡康永在《他的说话之道》中写道 把话说好 收获最大的是我们自己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说话得体的人 其背后潜藏着的 是深入骨髓的善念 推济吉人的尊重 深刻读到的智慧 和不畏繁琐动摇的顿感力 他们不一定口才有多好 但说话令人如沐春风 一开口就让人感到高级 共勉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再为末点赞哦 我是云湾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